還有其他類型的 還是他們只會死去? 最新超乎想像的恐龍 不是出現在電影裡 而是蒙古 以骨骼化石為基準 電腦3D還原恐龍原型 發現它具有鴨蕙一樣的嘴型 鱷魚的牙齒 天鵝的長脖子 和企鵝的齊狀雙隻 還有跟迅猛龍類似的利爪 推測走起路來和鴕鳥神似 這是人類發現第一隻和鳥類相似的 水陸兩棲恐龍 45公分高 7500萬年前生活在現在的蒙古 死亡當時還相當年輕 它的名字後來交由發表研究的 捷克古生物研究員沃頓定奪 決定將波蘭古生物學家的名 哈茲卡與遜猛龍的英文字跟結合 性則是取自將化石充公的埃斯庫利爺 這塊化石早先在黑市流通淪為私藏 後來才輾轉交由比利時 皇家自然科學學院進行研究 預計結束後 鴨恐龍將返家 長眠在蒙古的博物館 大愛新聞 劉仁豪編譯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愛全球新聞